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lorus 10PS GTC 4 小刚 小刚在那边跟大家还是一样分享一些值得去收藏的这种顶级的恶手名表 经常都有提到何谓叫做值得收藏的恶手名表呢 很多朋友经常问小刚怎么样叫值得去收藏的这种恶手名表呢 其实就很简单了 你看他在市场上的价格基本上都还没有被炒得很高的 或是还没有炒起来的那种 那这个就成为了我们真正爱表的人就是喜欢真的是要收藏的这种朋友啦 这种表友或是我们这种收藏家真的是去值得去入手啊 这个是第一点 那再来就是他在市场上的流通性也是相对较高 那再来就是这个热门度来讲也是相对的较高 那当然他的一个品牌也是非常的重要啦 那今天要讲一讲这一支VC 僵尸单顿的这个56哦 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款式呢 先不说外观哦 单单这个品牌啦 其实我个人觉得以在他恶手的市场上面哦 其实非常有优势也非常的值得 毕竟三大圣表品牌嘛 我们英文叫Holy Trinity嘛 也是每个玩表哦 都是梦想要得到的这个 呃 要收藏的品牌之一啦 就是这个表王 PP啦 IP这个automat PK AP 还有这个再来僵尸单顿 VC啦 那你要知道这一些顶级的品牌哦 它里面的这一种哎 杠表啦 我们先不要说是这个正装也好 或是这种比较有运动风格的这个 呃 这个款式也好啦 只要我们说不锈钢的这一种哦 钢表的话 那基本上呃 我们就看呃 仪表论表来讲的话 PP AP 已经炒的非常的高哦 那个价格在市场上 那我留意到的是 目前来讲哦 这个呃 56啦 呃 是唯一一个剩下就是在杠表当中啦 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那再来就是它整个颜值也非常的高哦 那尤其是这个蓝盘哦 在市场上哦 也非常的受欢迎哦 这个非常完美 这个40mm的规格 22k 这个金的这种 呃 摆脱啦 它这一种 呃 透备的这个机性啊 都是做的非常的漂亮啊 这些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尤其是它这个六点钟方向 它这个open 6啦 你看到它这个 呃 这个刻度啦 石标这边 跟它日期窗哦 其实它的那个六啊 九这些啊 都是开窗式的 就是做的稍微比较复古了 其实这只表它的设计哦 都是非常的简约 而且都非常的耐看哦 那这一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只 呃 V 系 僵尸单盾的56哦 那其实小刚在前两年 呃 有做过这个开箱的影片哦 也有介绍过 那今天又有呃 就是刻意呃 入手这一只表 来跟大家拍一拍 让大家欣赏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拜拜